五个将官八颗星星要移到台北监狱 这下星星再多都没有用了 这五个人分别是三名中将 有六军团的前司令陈世宇 中山科学院前院长陈有武 前宪兵司令何庸坚 北间说新的受刑人来了之后 按照惯例照样全身安全检查 而且也必须要有考核的标准作业 之后还会个别的问专长问兴趣 然后再配到工厂去做劳动 就算是将军再也没有领域了 跟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